有人念佛 还遇到魔障 我们这几天导场就有 有附体的 这个不是哪一个人 是导演的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有这种情形 我觉得也很好 他来给我们表发 告诉我们 这些全是事实真相 我们要相信 佛经上所说的 字字句句的都是真实 要身心不移 要依教奉行 他为什么 不能往生到基罗里 还在鬼神道里头 用附体这个方法 来给我们 通信息 这是说明六道轮回真有 你要不好好的修 就跟他一样 他为什么出不了六道 他放不下 最明显的放不下恩怨 放不下喜爱 所以堕落在 所以堕落在 我道里头 他要到人道来了 他不会附体 到天道来了 更不会附体 附体多数鬼神道 念佛还遇到魔障 这是心不清净 忧郁不决 心里面有怀疑 半信半信 再容易找这个 这些事情 念佛呢 这心不清 忧郁不决了 念佛还要想别的 与佛菩萨没有感应 魔鬼看到了 不会尊重你 给你开开玩笑 覆在身上 如果我们有坚定 求生西方的心 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魔不敢了扰乱 为什么 祝佛互念 你念这句佛号 就感应阿弥陀佛互念 互发神互念 这些小妖魔鬼怪 他看到了 他对你尊敬 他原理不敢碰你 所以自然怨你 或对你反而生起尊重之心 不敢侵犯你 再次乱世 哭不堪言 灾难很多 无法预测 任情出境 除了这个方法 没有其他方法 可以解救我们 我也听说 这些附体的也很慈悲 传递给我们一些信息 这些信息是真是假 没有一定 有真的 有假的 完全看我们自己的修行功夫 我们修学的功夫好 传递的信息是真 我们自己没有认真修行 他传递信息就不可靠 总而言之 真正修行人 真干的人 鬼神都尊敬 那么这个法 确实有效 稳当快速 我们这个方法 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地 时时刻刻都不曾丢失 修信徒的人 要注重 解定会善修 可以不必想的事情 都放下 不要放在心上 一定要晓得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这一句佛号是真的 除这个佛号之外 都是假的 我们好不容易 学佛号学了几十年 才搞清楚 才搞明白 才把这四十真相 搞清楚了 那往后就不能再迷了 为什么 我决定要到极乐世界去 真有这个心 有这个愿 这个世界是假的 全盘放下 彻底放下 不再给人去真 他有效 他稳当 快速 二六十中念佛 就是不可思议的善恨 一有机会 要报复恩 一有机会 就将这个法门 推荐给别人 劝人 自己念佛 劝人念佛 自己不念佛 劝人念佛 人家说你是假的 这么好 为什么你自己不要